今年的移入或者境内感染的个案总共是23例 那这一波从虎航起 虎航这个大概有13例 那另外境外移入总有3例 那另外高雄那边1例 所以总共在境外 在这一波 这一波大概大家关心的这一波大概17例 所以它当然不能算是一个大流行 那最重要是民众不要恐慌 台湾整体的一个麻疹的 等于是一个群体的保护力是相当足够的 我们看看我们群体的保护力 台湾现在是2300多万人口 充神大概130万 那我们现在在这一波里面 受到波及大概是17个个案 充神今天已经70个个案 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麻疹的疫苗的接种率 小孩子的那两波的接种率 他们大概只有80% 然后有97% 所以大家可以安心 台湾的一个群体保护力是够的 现在这个疫苗供货不足的部分 中央有什么配套 第一个就是说 疫苗其实我们也不太鼓励 就是说大家要来积极施打这疫苗 因为确实像专家所说的 这20年来台湾在这样的一个疫苗的政策之下 事实上是没有严重的个案的产生 所以我们除了特别的情况 我们才需要去打这疫苗 而且你现在打疫苗 我们发生的一个免疫力 大概要两周 大概是要两周 所以你现在打已经是没有什么意义 那重要的现在大概有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监测我们的个案 可能就是要更完全 当然现在是非常积极的做 所以地方卫生局第一线的防疫人员也相当的累 不过大家都很尽责的 去监测相关需要自主健康管理的人 那第二个其实及时的保护还是戴口罩 勤洗手 少出入人好多的地方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